立法院长王金平在上回学运拒绝马总统的愿记协商之后 今天总统府业会首度和马总统见面 站在马王两个人正后方的国策顾问许文斌 当场发言希望王金平党籍案可以撤销 和谐向前 基于党内团结的考量 在确认王金平党籍案的诉讼程序中 认真考虑是否递出撤回上诉的感染之 期盼国民党执政团队同心协力 为台湾拼经济 为百姓模糊力 今天大家都很关注的是马王的互动 而马总统今天一进场就有先向王金平点头致意 唱完国歌还特定跟王金平来握手 只是党籍案如芒刺在背 马王关系如何扭转 也影响施政和党政和谐 另外针对AIT前处长司徒文一再的说 福茂跟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协定没有关系 经济部长张家住 匹斯徒文在台湾住那么久 还搞不清楚 实在令人遗憾